所以醫生也沒有給他開藥? 沒有,醫生就說你們去大一點的醫院 那你不是已經去的大一點的醫院? 我們去的是婦幼醫院,就是專門給母醫院 但是他說要去人民醫院,去更大規模的醫院 然後我們就去了,醫生就說他們那個面積有點大 要給他驗血,然後那時候已經快下班了 然後鞋剪都正常,沒有什麼病的跡象 而且他很妙,那個針紮破他的手他都沒有哭 超快,他就嗨了兩次,他覺得有點害怕 可是一點都沒有哭 後來回去之後呢,因為醫生也沒有給任何的措施或建議 我們就想說只要他不發燒,應該就不會 他活動力都很好 吃的就是吃兩袋,比平常少一袋 就是還可以,後來晚上睡一覺他就會喝很多了 嗯